文章分類的應用 早上我跟各位提過 我們在進到後台管理分類的地方 你在這邊可以新增一個分類 打完名稱 我再打一遍好了 動畫製作 FLASH 以前是全世界最強網頁動畫 現在完全被淘汰了 新增進來以後呢 那就多了個分類 就出現個Flash 對不對 就會在這個地方 那假設這個 老師我想做編輯 點編輯吧 點編輯到這裡 我可以把它放在哪裡 屬於哪一個類別 動畫製作的類別 可以再做更新 那此類別的話呢 這邊就出現什麼 來返回類別吧 返回 此類別就會前面加一條橫線 表示這個是它的 那類別建立完以後呢 等一下呢 我們想 等一下請我們做幾篇文章 都在PowerPoint的類別 那我再新增一篇文章好了 新增一篇文章 新增文章在這裡 這裡也是新增文章喔 POWR 影片齁 影片處理 那文字我就先做簡單一點好了啦 那也許我在這邊打個POWR POWR POWR 介紹 PowerPoint 這字才真的不多呢齁 這裡多一點啦 PowerPoint 我就把PowerPoint的介紹 文基百科加進來吧 這邊的文字 我需要比較多文字就是這樣而已 來來來來 選起來按右鍵的複製 回到我們這一頁來 回到我們這一頁來 點起來按右鍵把它貼上 那如果要加圖片怎麼辦 老師要加圖片啊 就加 就加 那圖片加進來吧 我需要一張圖片 圖片在這裡看 這邊是每一頁 你可以加進去的所有功能 並排圖片啊 那是可以加兩個圖片 老師我用這樣一張可不可以 點起來你就傳圖片 我們現在選擇吧 我們就先選我們媒體庫裡面的圖 好 時間關係 來 這PowerPoint可以做這些假設是 你就從一張裡面加一張圖進來吧 就可以把它加進來 插入一廊 就一張圖而已 就加進來了 那點發布吧 那點這個地方的時候 可以設定類別喔 開這個 開這個開這個 文章的地方 來往下看一下吧 我希望歸到哪裡 看見嗎 發布 再點發布才算數喔 我們沒有把它打完齁 所以每一個頁面可以加的 元件真的有點多 關閉吧 我們加進來了 已經發布出去囉 那發布出去屬於最新文章 我再加一頁好了 我再加一頁 加一頁不是在這裡加喔 這個是修改 對不對 我再回到這裡來 再加一頁好了 再加一頁 待會麻煩你 隨便加兩頁文章好不好 我們先不管內容 那等一下等一下 複製起來 我這個呢 在這裡 sorry 點起來按右鍵查入 那喔 那發現亂七八糟的 Ctrl-Z 點這個後悔 我要的是純文字 所以不可以直接貼喔 要選哪一個啊 我只要文字 字就過來 那這裡呢 這個block是誰 這個block是這個囉 喔 要留也可以 留著也行啦 旁邊點一下 別擔心 這個框是表示說 你點到這個框 你點到這個框 那文字要留著 下面還再加一張圖 按Enter 點加 OK嗎 我就換燈片加就好了 老實想加多一點圖片耶 那就瀏覽全部 加好幾張圖片的話 你可以選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 這個 你看夠多張吧 啊 這個是兩張 我選這個 那選這個的話 你就選擇圖片 這是從你的電腦傳 從這裡傳 來 媒體庫 呃 時間的關係 我加幾張 一絲一絲就好了 好 加這 五張進來喔 插入 他就把組成 組成一個版面 進來 來 往右邊移吧 這個 往左邊移 往左邊移 你看懂了嗎 喔 這邊就有加進來 那點 要發布之前 請你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呢 幫個忙一下 請你選一個同類別的 好不好 多一點的 等一下我們要跟你講選單 可以把同類別功能文章秀出來 所以至少等一下至少發布個兩篇文章 隨便編 OK嗎 那 確定在同一個類別 我等你一下 好